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小故事大启示 点亮你我迎向卓越的生活方式 欢迎来到绝妙启示录 我是张德仁 面对问题不必天下太平 面对问题需要懂得处理 在很久很久以前 人类都还需要赤着双脚走路 有一位国王 他到了某处偏远的乡间去旅行 因为路面崎岖不平 有很多碎石头 刺得他的脚是又痛又麻 回到皇宫后 为了全国的百姓和他自己的脚 于是国王就下了一道圣旨 圣旨的内容是 要把国内所有的道路都铺上一层牛皮 因为国王认为 我有如此 不只是为他自己 我有如此 才可以造福他的人民 让大家走路的时候呢 不需要再受到刺痛之苦了 可是 即使是杀尽了国内所有的牛 也筹不到足够的皮革 甚至所花费的金钱 动用的人力 已经是不知反己了 虽然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由于因为是国王的命令 大家只好是遵命行事 可是呢 这个时候却有一位很有智慧的仆人 他很大胆地向国王提出建议 他说 国王陛下 我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您不需要劳师动众 也不需要牺牲那么多头牛 更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金钱 国王赶忙问说 是什么办法 这位仆人说 您只要用两片牛皮包在您的脚上 不是就不用再被刺了吗 仆人说完 国王犹如恍然大悟 于是他立刻收回成命 采用了这个意见 据说这也是皮鞋的由来 面对问题 不必天下太平 好像这位国王 要把所有的道路都铺上牛皮 让人民不再面对到有任何的痛苦 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想一个办法 以为要让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痛苦都消失 但那是不可能的 面对问题 最重要的不是要天下太平 而是需要懂得处理 你的心很重要 有一句话说 人对了 事情就对了 有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问题 我们总是花很多时间 在情绪上面 我们埋怨 我们责怪 我们悔不当初 但这些都是无济于事 懂得面对问题 问题来了 我们想办法 花最多的时间 来思考如何处理问题 如此才是真正的智者 因此 今天张德仁 送您这句话 面对问题 不必天下太平 面对问题 需要懂得处理 我们下回见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